軍事狠角色 芬蘭和瑞典宣布 將一起加入北約 沒想到半入 土耳其總統跳出來反對 一旦衝擊兩國加入北約計畫 將會對歐洲局勢造成什麼影響 更多精彩內容 請鎖定自由時報 新聞360 歡迎收看新聞360 我是主持人呂月吉 趕快來看到受到烏爾戰爭影響 芬蘭和瑞典改變中立立場 宣布將要一起加入北約 而原本北約是表示歡迎 沒想到土耳其總統 艾多根跳出來反對了 他指控這兩個國家 並沒有採取明確的反恐怖主義立場 那麼外界就相當關注 土耳其的反對 會對芬蘭和瑞典的參加 造成什麼影響 另外我們也看到 芬蘭和瑞典在全球軍事地位中 其實都是狠角色 未來加入北約 又將會對整體的戰略布局 帶來什麼關鍵改變 來看專家觀點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讓長期奉行軍事不結盟政策的芬蘭和瑞典 相繼宣布要投入北約的懷抱 芬蘭與俄羅斯接壤超過1300公里 有著凶惡的鄰國 芬蘭自然是勇兵自重 俄國在2014年併吞克里米亞後 芬蘭政府就增加預備役部隊 另外還有精良的炮兵部隊 至於瑞典更是全世界少數 可以製造先進戰機和潛艇的國家 國防工業實力不容小覷 芬蘭跟瑞典在加入北約以前 他們現在還沒正式加入 原本來說他們的建軍方向 都是以獨立保衛自己國家為目標 芬蘭在過往維持一個 基本上算是西方國家 但是跟都聯也同時 保持一個相對友好的關係 所以芬蘭早期有很多裝備 其實是從蘇聯採購的 它是用這種不同的方式去做一個平衡 然後維持自己的自身獨立實力 然後它本身因為地形跟 部隊的訓練數值的關係 戰力算是蠻不錯的 那瑞典本身有一個相當具規模的國防工業 早期戰甲車也是自己製造 不過後來戰車改成跟德國買 那自己還有一些裝甲車啦 或者是他們會自製戰機 或者自製潛艦等等的 自主國防工業的能力算相當的好 他們本身在軍事實力上都不錯 只是他們的部隊規模並不大 因為冷戰結束以後其實因為歐洲 比較沒有很巨大的那種爆發大戰的威脅 所以其實即便是他們這樣的國家 部隊規模也是採檢的很大 你可以說量小 但是值上面來說算是精良的 學者認為芬蘭和瑞典的軍力量小 但直經實力不能輕視 而北約方面也在冷戰之後 採檢軍事規模 目前的地面部隊數量相當不足 如果和俄羅斯爆發戰爭 可能成為致命傷 因此芬蘭和瑞典的加入正好能補足眼下兵力不足的問題 加上地理位置條件 如果芬蘭確定加入 北約聯盟與俄羅斯的邊界長度會從原本的750公里 變成超過2000公里 而斯堪地納維亞半島和北海都落入北約掌控 俄羅斯的載制力將大幅下降 那這兩個國家如果加入北約的話 它對防務上面來說有幾個地級的優點 第一個在路上來說 斯堪地納維亞跟整個北歐地區 北約完全控制這個整體的話 對波羅的海三國的地面前線 俄羅斯帶來的地面部隊壓力威脅就會大幅減少 其次就是說瑞典跟芬蘭加入之後 等於波羅的海進到北海的這條要道上面 完全被北約控制 也是讓俄國的海軍大幅的被抑制 也就是說不管在地面海上來說 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空中來講這兩個國家的空中武力 也都算是蠻不錯的 因為像瑞典它有自治戰機的能力 JAS-3949型戰機 或者像芬蘭以後也會是F-35的用戶 它本身有些大黃鴻戰機 軍事上來說它可以給北約正強很大的實力 但是它對俄羅斯來講 除了軍事上的威脅 真的要是俄羅斯傳統上來說 在安全戰略上面 它會希望在俄羅斯自己的敵人陣營中 兼有所有緩衝國的存在 在我跟敵人前面堆一個沙包起來保護自己 對俄國而言 這種緩衝國如果倒向敵方的時候 他們感受到壓力會更巨端 芬蘭和瑞典無論在陸 海 空 都能為北約注入戰力 不過俄國不惜動用核武威脅 北約內部也出現不同聲音 成員國之一的土耳其態度大轉彎 以芬蘭和瑞典接納庫德的恐怖組織為由 反對他們加入 甚至趁勢施壓 要求解除2019年因為土耳其對敘利亞軍事行動的武器禁運制裁 由於北約任何一個成員國都有否決權 因此芬蘭與瑞典的加入 看來還有變數 在整體國力不足 現在俄軍在烏克蘭也損失了不少 整體的國力經濟人不是很夠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們就經常會使用核武去威脅對手 可是會不會去應用這個很難說 至於土耳其目前還沒有辦法看說 他到底是想要藉由這個機會跟其他北約國家去談判協調 得到一些什麼好處 因為埃爾多安政府跟北約的盟國在很多立場上面 並不是完全同調的 所以他這個時候出這樣的生命並不是那種意外 但是他要的東西可能還需要觀察一下 學者認為東歐其他國家和俄羅斯之間 一直都有歷史糾紛 所以在冷戰後 有機會就試圖向北約或歐盟靠攏 如今烏爾戰爭的爆發 讓北約更快速擴大 發動戰爭的俄羅斯 不只得面臨少了中立國作為敵黨沙包 也要承受和芬蘭、瑞典對立的風險 記者尤雲彤採訪報導 好芬蘭和瑞典標態要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那麼俄羅斯怎麼說 俄羅斯總統普廷今天表示 這兩個國家加入北約 都不會對俄國造成直接威脅 不過一旦北約在這裡擴大軍事建設 俄國將會有所回應 那麼這個回應會是什麼 俄羅斯沒有給出明確答案 如果你對這個議題有其他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新宿360我們下次再會 等一下先別走開 請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精采新聞議題